我們來討論這個因式分解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說現在有一個多項的式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供因式 不過我經過分組以後 會發現它有供因式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比如說 一個字平方 減掉五個字 加上式 這看起來好像沒有供因式 不過我現在給它的分組 怎麼分組呢 就是x 平方 這個把它拆成兩項 一個是負4x 減x 再加4 那這樣我們就發現 這一組跟這一組的話 有一個x減4的公式 這個東西我可以把x抽出來 這是x減4 那這個呢 把負荷抽出來 這也是x減4 那這樣前後呢 都有一個x減4的公式 那這樣我就可以呢 把x減4抽出來 x減1 這種方法就是這樣 當然有點技巧性 就有點分組以後 然後提出公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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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YHV 謝謝